你知道iPhone本身只有内键扫描功能 而且超级好用吗? 今天就来教大家把扫描功能直接加到iPhone桌面上 这样就可以快速扫描然后存成pdf档 另外如果扫完的pdf想要存到相簿里面的话 我们等一下会教大家如何把pdf转成图面存到相簿里面 那我们今天的这些功能全部免费 过程当中完全都不需要下载任何第三方的App 那我们今天会用到捷径这款App 如果大家不熟悉的话它就有点像是iPhone的工具箱 在里面可以自己拼售出不同的iPhone功能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一下如何把扫描加到桌面上吧 首先我们先去找到捷径这款App 如果你在桌面上找不到的话 可以往左滑到这个App资料库上面的搜寻栏来搜寻捷径 接着我们把捷径打开 然后我们按一下右上角的加号 接着我们按中间的加入动作 搜寻栏这边我们就来搜寻扫描 那很快它就会出现这个扫描文件的按钮 或者是下方另外一个扫描文件也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你就是把它点进去 接着我们按下上面向下箭头这个选单 里面有一个加入主画面 那这边我们就帮它重新命名 那新的名字我们就命名为扫描文件 那按右上角的加入 接着它就会出现在你的桌面上了 接着我们就来扫描咯 它就会出现相机的镜头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按一下右上角的自动 把它改成手动 不然它会一直拍照会有点烦 除此之外呢我们看一下上面 它还有一个滤镜的选项 例如说你今天想要扫黑白呢 还是你是要扫照片等等 都可以在这边选 那例如说我今天是彩色 然后蓝色框框对准之后呢 我就按一下下面的拍照键 拍完照之后呢 你会发现四个角角有四个圆圈 那你就可以来拖曳它的角落 对准它整个文件 就是调整它的边缘这样子 调整完毕之后 按一下右下角的保留扫描档 那接着我们就可以来扫描第二页 那如果你没有第二页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按右下角的储存 那这边你就可以直接 帮你扫描文件先命名 例如说 那我命完名之后呢 它就是以一个PDF档的形式 存在你的档案资料夹里面 那如果你要直接分享这个PDF 你就可以长按它 然后按一下下面的分享 这边你就可以选例如说 LINE啊或者讯息等等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到 如果你想要把这个PDF档 转成图片 存到你的相簿里面的话 要怎么做呢 一样我们要再用到捷径这个啊 那我们先进到捷径 捷径里面我们先按完成 然后进到主画面之后 我们按下右上角加号 然后再加入动作这边点进去 那搜寻栏这边我们打PDF 那这边呢就有一个 从PDF页面制作影像点下去 然后前面呢有一个半透明的PDF 再点一次 这边呢我们点最下面的捷径输入 那我们再看到上面这一栏呢 有一个半透明的无位置 那在这个选单里面 我们把在分享表段中显示把它打开 然后按一下右上角完成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到最下面的这个搜寻栏 我们点一下这个搜寻栏 接着在搜寻栏这边我们输入储存 然后在媒体这边呢 有一个储存到相簿点下去 好那这样子呢 全部的动作就加完了 你可以看一下你加入的动作 有没有跟我一样 那如果不一样的地方 你就把它改成一样的就好了 接下来我们按下最上方的选单 这边呢我们帮它重新命名 这边我们帮它命名为PDF转图片 命名完成之后按一下右上角的完成 那接着呢我们再回到刚才的档案资料夹里面 那我们就长按我们想要转档的PDF档 长按之后呢按一下分享选单 分享选单往下滑 滑到最下面呢 就会看到我们刚才写完的这个PDF转图片的捷径 点下去 那你就会看到最上面的动态导 或者是你的状态列 它会有一个处理的图案 那处理完毕之后呢 我们就进到相簿 在相簿里面你就会看到刚才你的PDF档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 那未来呢 你想要再用到这个扫描的功能的时候 你就直接按桌面的扫描文件 把它扫到档案里面 那在档案里面呢 你一样可以直接长按你的档案 然后进到分享选单里面去把它转成图片 就不用再进到捷径了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扫描教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会了呢 那最后呢也记得要分享这部影片 给你周遭也使用iPhone的朋友或是同事喔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了 拜拜